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萬元一條馬友 一點都不奇怪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吧 你找我笨子吧 儘管聽聽你怎樣解釋 本地馬友的價錢 上落都比較大 他九月的時候 一般都是說 82元至200元左右 去到近年尾的時候 所有船都收路 這些魚就會不斷升價 最高峰大條是六百多元一斤 今年的馬友產量比較少 所以相對價錢會貴很多 今年大約貴了一倍 這麼貴 當然要知道自己買什麼品種的馬友 大約分兩種 一種是養殖 一種是野生 野生馬友分兩種 一種是東南亞國家 多數都會來自菲律賓 緬甸 馬爾代夫 另外一種就是本地馬友 一斤至30斤都有 本土馬友 這些馬友的色澤 會比較乾鮮 魚身都會比較漂亮很多 皮都會呈黑色的 而且你看到本地馬友的眼 很精靈的 肉質是最肥美的 裡面會有魚香 為什麼馬友這麼貴 就是因為它裡面又有魚味又滑 一般這本馬友農曆九月至正月十五 它這段是活躍時間 換句話說 正月十五打後見到的野生馬友 很大機會不為本地美貨 十成九都是這款東南亞馬友 魚目混珠 東南亞馬友的外表 跟本地馬友都挺相似 但是它一拿上手的時候 它會比較軟身一點 因為它運過來的途中 都可能四至五天 所以新鮮程度 都沒有本地馬友那麼高 色澤上面它會比較啞色 一般人都很容易上檔 這隻馬友的肉質差很遠 這種馬友吃下去不會有馬友香味 還有油脂程度都很低 如果不想吃到這麼大條這麼貴 又想有魚有香 其實還有一款台灣養殖的馬友 同樣一年四季都有 它一般都會有一些黃色的旗 尺寸會比較細一點 半斤至一斤莊 相對於本地馬友的油脂分沒有那麼高 但都好吃的這些馬友 想選擇漂亮的馬友 第一點跟普通魚一樣 看對眼睛 會很乾鮮 很精靈的這對眼睛 牠牙色不會粒下去 第二點就看魚的光澤 會比較鮮色的黃色 為之漂亮的馬友 平常你看牠有沒有軟身 如果沒有軟身的話 這條魚是屬於漂亮的馬友 買完條漂亮的魚 當然要懂得煮 很多人都會蒸或者做鹹魚 但這次就有點不同 中菜講求原汁原味 所以馬友都是圓形 是最好的 基本上如果你看街市有沒有幫你湯 首先 通常都不會幫你去中間那條血菇 自己回去就要清除那條血菇 中間的位置隔一刀 變成焗血位 那個位置是最腥臭的 那個位置再拔出來洗乾淨 這樣就可以了 儘量鹽醃一醃 讓它先進入少少少的味 在裡面 十分鐘之後就沖洗 沖洗完之後就再抹乾淨 如果比較大條的馬友 兩斤或者異常那些 要先泡一泡油 泡七成油溫到 即是八六七度 讓它可以鎖死了水分 最後要大火 要迫一些油出來 否則整條魚就淋了 然後再煎風 再迫一些油出來 再香一點 再炸薑絲 炒起蔥花 撒一點一點鹽 放一點蔥花 讓蔥花有些鹹 和香味 詞文字幕製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